刑事局破获了一个剥皮诈骗集团 虽然是老梗请抠客妹的甜言蜜语骗被害人上当 不过他们化诊为零 让案件像是单一的诈骗案 警方费了好一番功夫才瓦解这个集团 开始是以酒店式的方式经营 后来因为招警方查获之后 他们就改变策略 由化诊为零的方式 针对马夫他固定的车辆 所以他就会把马夫的这一区块 把他去掉 让警方没有办法依车牌去追人 剥皮诈骗越来越泛滥 手法推陈出行 提醒民众如果碰到有人打电话来装熟 一定要再三确认 或者是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 不要让剥皮诈骑集团有机可乘